過去每到了夏天 萬人空巷的墾丁居然跌出了 國旅最夯景點的前十名 為什麼大家不給墾丁一個機會呢 到現在喔 你知道到墾丁 六片櫛瓜賣你一百塊 那誰要來啊 像星期五五 維翰在這裡 我們還在關心說 肯管處祭出的鐵腕 要整頓那一些圈地為王的沙灘洋傘 有沒有 結果根本可能是玩假的 很多人就在問啦 沖繩會不會是台灣國旅最大的對手呢 我就說人家開一間好事多 清晨四點半天沒亮就已經搶排隊了 我就問為什麼大家不來墾丁都沖沖繩 我們要問其實業者心知肚明啊 好 俊大哥報信的觀眾朋友 剛剛俊大哥大在問 沖繩是不是墾丁最強的對手 他當然是 而且他不只是墾丁的對手 他是台灣其他地方 日月潭 宜蘭 台東的對手 如果我今天是高雄的爸爸 第一次說啊 肯管處有聽到啊 我就開車去 我不是坐高鐵 我不是 我自己開車啊 我還帶帳篷耶 我想讓我的小孩在那邊玩沙 然後在那邊玩球不行嗎 我到海灘一看沒地方 打他吵起 我有騎喔 我今天 黃遠翰坐高鐵去高雄 去墾丁 我是沒有騎啦 但高雄的遊客會有騎啊 沒地方差嘛 所以肯管處有講說 有 有 我們處理了有沒有 來 情況給我把他框起來 有沒有看到 整個海灘乾淨了啦 都不見了 棒料料啊 那我們常講新聞學像是這樣 拍到的是這一部分 那沒拍到的呢 我不在現場啊 結果忙就來找影片 他另外找照片說 待了 待了 你拍到的這一塊是沒了 這一塊開放遊客的這一塊是沒了 但另外還有三塊 招租的A B C區 那麼一樣 都還是騎啊 那你的鐵腕呢 你根本沒有整頓啊 好 這第一個 就沒拍到的地方都是騎 標示什麼 標示這個 彈琳來處理肯管處 他弄完之後 我們一繞開以後 他又插回去了 所以你就知道 你看他把騎收起來有沒有 一根一根的 外面有 有 像這個有沒有 居然哥你看就知道嘛 他把他收起來而已啊 好 所以肯管處的這一個海灘 到底要怎麼樣 就是奇異 大家要知道這個問題 那剛剛講的一個 很嚴峻的問題就是說 現在目前國旅的熱門地點 這個十大地點 連十大都沒有 肯定完全被排出去了啦 可是我要跟大家說 你不要放棄 就是我不是肯定 我淡水第一名 漂亮 沒有 以這個狀況看起來 國旅堪憂 不只肯定 觀眾朋友 因為他的 有人來就好啦 對 對 重點來了 居然哥 這叫國旅熱門的十大排行榜 第一名 淡水巴黎 我淡水人啊 讚 為什麼 大家跑去淡水 他不但有右岸還有左岸 有巴黎的這個 時尚博物館 然後有這個 巴黎的左岸跟這個黃金的右岸 還有淡水沙輪 還有老街 很好玩啊 可是你知道為什麼 大家都去巴黎嗎 都去淡水了 為什麼 因為他說 我們就北台灣的人 跑去那邊玩一玩 就回家啦 所以北北基桃的人 確實淡水是第一選擇 可是他們不住 但是我們國旅就是希望什麼 我希望兩天一夜你能住 你能留久一點 消費多一點 對 就像跟你來行 我看光好局很快會找你去代言 他就是希望你住 你住了以後才能夠有更多的消費 可是現在目前 錢世民看起來 大家都不住 為什麼會去淡水跟巴黎 因為北北基桃 這1000萬人 去淡水巴黎不用住 為什麼去宜蘭郊溪 因為國道5號 我這個對不對 當天來回 過去所以很塞嘛 為什麼去淡水巴黎 因為中台灣的人跑去淡水巴黎 也真的就是一天來回 所以當國旅都已經一天來回的時候 這已經不叫國旅了 這叫國油了 對 他根本沒有住下來 旅跟油分起來 對 它變得很短了 所以整體都會受到影響 是 墾丁的旅遊品質 真的就是那句話好不好 我很懇切的跟所有墾丁的好朋友 我們也希望墾丁能好 你不要讓大家 沒去過墾丁 遺憾終身 去過墾丁以後終身遺憾 你把我當作賤 頭打狂對不對 大家就不高興嘛 那網紅這個叫魯哥啦 他拍了個影片說 我到墾丁來買東西吃對不對 他其實是大手筆喔 因為他拍YouTube影片 他花了四五千塊去買東西 到處買到處吃 然後一個個拍 有沒有 跟他的朋友在一起 好 就這個他給那個 他的攝影師拍一下 來來 拍一下 這個是六片櫃瓜 一百塊啦 蛤 烤櫈瓜 六片烤櫃瓜買你一百 問題是 好貴喔 欸 到底還是貴還是不貴 因為墾丁也講說 本來就是這樣啊 導播把他圈起來 再看一次 跑去路邊攤 這不是五千奇酒店喔 路邊攤 櫈瓜 看一下他的厚度 大概正常厚度對不對 好 那有一說一 說實在的 我也不是櫈瓜專家 要講這一題就要去問嘛 那既然墾丁的櫈瓜 六片一百 那墾丁的老闆也講說 你們不要來這邊亂講 我們就是這個價錢 那其他地方的價錢 總可以看一下 比較看看 烤這個櫈瓜 烤這個玉米對不對 你可以去看嘛 來 台北市林夜市 這也是觀光客來的地方啊 日本 韓國 還有之前陸客 士林夜市也是一樣 這也是櫈瓜對不對 對 這個是橢圓 比較長一點 但是比較薄啊 這個比較厚有沒有 這四塊來 居然給我給它吃起來 這樣多少錢 你以後 這邊是一百啦 那這邊這四塊是多少 那就等筆給它除一除就 看起來也要八十吧 六十八十 沒有 三十五塊 好不好 四個櫈瓜 那肯定就是 共攀啦 那我們就簡單講 如果你把這個 我們現在算面積跟體積 你把這個稍微長一點薄一點 這個稍微短一點厚一點 當作一樣好了 六片一百的話 這邊四片三十五 所以這邊六片大概五十 你貴一倍 你貴人家一倍 所以對人就來了 我就希望 就肯定業者可以出來講 我們不要去污衊肯定 可是你什麼東西都吃 什麼東西都貴 然後呢 一個一個跑出來的 履結 他說我小時候 等一下去肯定 那是我的青春回應 你以為我不想去從神嗎 可是我就是愛肯定 但是說實在的 去肯定有個秘訣 一定要注意 我煮他廣告節目的時候 我都會一直講國語 到肯定以後 我可能要講台語 哪有差 老闆 那你有差嗎 冰沙啦 假白啦 珍珠奶茶 台灣人啊 台灣價 如果說 我不知道喔 他說如果講國語的話 價格如果會不一樣 等一下 這個肯管處也要查 如果真有 我這種人講 觀光客 現在沒有陸客了 那你陸客的感覺是什麼 你怎麼可以賣有兩種價錢 國外的觀光客 日本人 韓國人 大陸人 賣的比較貴 台灣講台語的 這個來 但是即使是超台灣口音 就有一個網友講說 他20年前 其實他21的 2003年 21年前的時候 他說 他就是喜歡去肯定 可是當年 2003年 他是高雄人 他說當時在高雄 我不知道 他想排骨飯 排骨便當50塊就有了 可能滷肉也會怎麼樣 他就去肯定買了一杯冰沙 對 21年前 他說老闆 我要一個冰沙 養樂多冰沙 那拿來以後 他就給他50 他站在那邊 一邊吸一邊等 老闆講說 你等什麼 他在那邊等 你等什麼 等你等錢啊 50塊 便當 我一個 坐冰沙 就是50塊 所以他說 其實肯定 早就這麼貴了 只是以前 可能大家討論不多 現在 因為肯定人變少了以後 退出10名外以後 大家回頭檢討 包含了整個旅遊的設施 它的設備 以及所有吃食的價格 還有旅宿 都貴 那這樣怎麼辦 所以呢 我們上禮拜跟大家講 國際的 連鎖的範圍 都沒有去肯定 對 這是一個指標 但是我就問 俊翰哥 肯定的海景 難道不漂亮嗎 漂亮啊 沖繩的漂亮 肯定也漂亮 也有浮潛 對 所以你的很多東西 要從根本改起 也希望能夠 國際的遊手辦見來 然後把人潮都帶回肯定 我們連續講了 這麼多天外的肯定 不是要害死肯定 而是要找出 像體檢一般 肯定到底哪裡出問題 那沖繩現在 目前遊客真的多 而且沖繩人 你想想看 我們討論沖繩 還要坐飛機 對 沖繩自己人 日本人 俊翰哥 我這邊就脫題講一個 你知道嗎 我們台灣人 現在都報復性旅遊 跑去日本韓國 對不對 你知道日本人 俊翰哥 40%的日本人 一輩子根本沒有去辦護照 我再講一次 40%的日本人 一輩子沒有去辦護照 什麼意思 他根本沒有離開日本國 他沒有跑去台灣 跑去大陸 跑去日本 沒有 但他就在日本裡面消費 北海道的人跑去沖繩 九州的人跑去東京 他們就互相國旅 那就是國旅 我們的國旅 就沒有發展起來 日本的國旅就發展起來 所以你看沖繩一個好四桌出來以後 有沒有 大家講說排隊要排多少 要排五個小時才能進場 我們台灣也有好四桌 就知道什麼 知道現在沖繩的人真的多 多到爆炸 所以當你的人多的時候 旅遊才能夠撐起來 我們要趕快把這個人的問題救回來 國旅才會有救 中秋快到了 今年中秋不是血月 可是你的心可能要淌血 為什麼這麼講 來打破我們來給大家看看這個 你看我手上的這一顆 這蛋黃酥 你以後這幾顆多少 包到水一碎這幾顆 五十六十七十五 九十五塊一顆 要怕死 賣這個價格 我告訴你還有更貴的 今天新聞說 四百八十六塊一顆 搶翻天 你還嫌它貴啊 有錢你都不一定買得到 所以今天偉漢帶我們來看到 你可以不吃蛋黃酥 可是除非你不硬景不烤肉 要不然今天這一題沒有人躲得過 好 俊翔哥開場用一顆蛋黃酥 告訴大家現在目前的物價 飆上來了 一顆蛋黃酥來打破再拍一下好不好 供在這個地方 九十五塊蛋黃酥 這是要怎麼買的 這個其實說實在 嘴巴大一點人一口就吃掉了 那這樣子的話 一顆蛋黃酥要九十五塊 物價真的飆漲了 俊翔哥 現在Z世代 他現在非常痛苦 為什麼 因為他們第一個 百分之六十的Z世代新鮮人 他根本找不到工作 沒有工作可以做 新鮮人找不到工作 沒有正值可能part time 可是part time現在領時薪 又有另外一個問題 我等一下跟你講 百分之七十五的上班族 每個月都存不到錢 也就是四個人 年輕人的 你最近怎麼有存錢 都跟你說沒辦法 因為我的房租水電費 跟我的吃 我就花掉我所有的錢 每個月都是月光族 所以剛剛講的這個蛋黃酥 痛苦就痛苦在哪裡 想哭又哭不出來 想吃又買不起來 蛋黃酥為什麼貴 俊翔哥來 我們今天跟大家提前 那有一個事情 三個禮拜以後 今天要不要跟所有的家長講 我也是啦 以前有一句話叫什麼 一家烤肉萬家鄉 對不對 但問題是叫做 兒子烤肉爸爸傷 好不好 現在是接下來 烤不起的肉 一家烤肉萬家鄉 兒子烤肉爸爸傷 傷什麼 傷心傷荷包啊 現在烤肉超貴的 先講蛋黃酥 蛋黃酥不用烤 可是吃蛋黃酥 在旁邊不是有柚子嗎 對 不是 烤肉在旁邊有柚子 然後有蛋黃酥 蛋黃酥貴 剛剛俊翔哥講那個 真的95 為什麼 因為蛋黃酥的 這個蛋黃酥 用鴨蛋做的 鴨蛋現在目前貴啊 一公斤要48到50塊 新高 然後裡面 你做這個外面的麵皮 要不要麵粉 麵粉 也漲了30% 一公斤 然後呢 你要不要放奶油 都要 一定要嘛 要不要放鹽 通通都漲 全漲 奶油漲三成 鹽也是32年以來 首次調漲 所以當一個蛋黃酥 它所有的這個 用的這個成本 全部都 用料都要漲的時候 它一定漲 可是也太貴了吧 一顆大概80到100 剛剛俊翔哥那個95 怎麼賣啊 你只要買一盒蛋黃酥 對不對 大部分1000塊一盒了 比太陽餅 比鳳凌酥都貴 好 就是其一蛋黃酥 第二個 我剛剛講為什麼 今年烤肉三個禮拜以後 烤肉 爸爸們要注意的 如果是爸爸付錢的話 因為烤肉會烤的東西 也全部都漲了 我們抱歉我們今天 幫他做一個整理 你看一下 烤肉的時候 我先看會不會被人老 要不要烤肉 一定要有肉 現在毛豬價格對不對 824開始每公斤 已經大概100塊 所以豬肉 豬肉價漲 對 那美國牛 如果你要用的是美國牛的話 因為其實你去大賣場 有很多美國牛 貴 四月到現在漲多少 漲70% 玉米現在漲多少 漲了快三倍 2.6倍 吃不起的玉米 我們上禮拜有講啊 對不對 那烤玉米現在貴了 為什麼因為漲了2.6倍 玉米漲這麼多 然後四季豆 一樣是漲那麼多 也是都是漲2.5倍 2.5倍 玉米筍這個也是 都是超過兩倍 烤白順長比較少一點 七七變八十八 那不就烤白順厚啊 不然玉米筍 玉米四季豆 通通烤不起 價格都是兩倍以上 肉也貴 菜也貴 今年中秋怎麼烤 這個就是我們說的體感通膨 中秋節你就非常的有感 說到了通膨 冬季漲漲漲漲漲 漲這什麼道理呢 他就告訴你兩個字 缺工 我想剛剛已經先埋了一個伏筆了 缺工為什麼變成了通膨海嘯 沒有人躲得過呢 好來巨蛋哥現在去八月 七月的消費者物價值數多少 2.52 所以又已經超過二了 已經快接近三了 三以上通膨了 是近五個月以來的新高 然後呢 你看簡單講 跟大家做整理 食品類增加4.57 這個超過2.5了 漲幅是最大的 然後呢水果 鹹西郎 百分之二十七點三 蔬果八 外食費二點七七 所以什麼東西都漲 狀況之下的時候 薪水就沒漲 那你說薪水沒漲 不對 薪水還真有漲 可是漲得不夠 所以簡單來講 雖然月薪調了百分之三十七點三 可是巨蛋哥 這八年前後 每一個小時工作 從本來一百多 現在調到一百八十幾了 衝得更快 對 所以每一個小時 增加的食品更多了 我乾脆就當食品員好了 食品調了百分之五十二點 調更多 這邊打勾了 這邊打差 所以月薪調了比較少 食品調比較多 怎麼辦呢 所以大家就去換算說 好 那我如果同樣做個工作 一個月這麼多天 然後呢 我領月薪 我每天工作八小時 我月薪這樣子 算下來可以拿多少 可以拿兩萬七千多 但是如果我不是領月薪呢 我同樣每一天工作 一個小時 用一百八幾去算的話 怎麼算出來會是三萬二啊 更多 所以今天我如果真的 你剛剛講月光組嘛 那現在我如果要拼自己的荷包的話 我幹嘛領固定薪水 我就去算終點了 對 所以呢 如果當領時薪比領月薪 還要領更多的時候 那就會很多人 寧可去做partime 這是其中一個問題 當然領時薪他有後續年終獎金的問題等等 這個我們可以再收 所以呢 大家現在目前正直的找不到人 另外一個是什麼 太辛苦找不到人 一個是錢嘛 一個是太辛苦 你剛剛在講兩萬三萬 如果你當客運的司機的話 一個月可以拿多少錢 多少錢 七萬塊耶 七萬塊 你跟我講找不到人 七萬塊 大家都衝起 像剛剛那個好事多量有沒有 衝成好事後 大家都排隊對不對 太多了 不啦 根本沒有人要來 七萬塊找不到人喔 七萬多的薪水 開出來給司機 結果想不到居然 還有空缺在那邊 不是沒有人啦 但是補不滿 還是有空缺 為什麼 因為太辛苦了 這個客運的司機 他們這個開車的過程當中 時間很長 而且呢 現在的客運司機 還有一個你我不知道的風險 常常去賭到人家客訴 又或者是客人跟他爭執 這就有可能被揍 所以呢 我不是說七萬不高喔 七萬在我們現在來講算高了 但是他的工作的那個 你看像有人在那邊吵架了 他被客訴了以後 說不定他被祭典 他被扣薪 他下班還不用做了 所以 起腳重手耶 所以這種情況之下的時候 雖然這個工作 其實已經比一般的薪水 都還要高了 但是他一樣有空缺 因為他完全不滿 真的有那個大客運的 執照的價值 有些人講說太辛苦了 我做什麼做不去 還是有人沒去做 另外一個更厲害 我們講鐵飯碗 一半鐵飯碗的台鐵 台鐵公司化了 但還是國營事業 你知道捧了這個鐵飯碗 馬賽不來不來 為什麼啊 好 因為國營企業 今年一月的時候是通調 所以所有國營企業董事長都調 結果呢 很簡單啦 台鐵董事長呢 就調了一下他的40% 大概一個月二十萬 所以董事長二十萬 基本上薪水大家會覺得說 你還要管喔 可是你二十萬沒關係 你做貨運的當署長 你好好地顧好所有員工 大家沒事 結果你要知道 這個台鐵工會有沒有 跑去送那個花籃 狂嚇有沒有 他就是在酸啊 就是說你們做零高薪 我們基層員工調一點點 你調那麼多 因為他要符合所有國營企業的一個調服 可是就牽涉到最近的一個有沒有 大鄰車站事件 居然跟你知道嗎 我知道在嘉義 對 那個張務員怎麼會被暴力對待 這是事可忍 孰不可原 我告訴你 如果你不知道這個新聞的話 有個阿伯啊 他把他的那個小的折疊腳踏車 好像也不能折疊 小腳一台 對 他下了車游泳騎 他說我的腳不舒服 但是張務員 就是這位血腥的張務員 一個女性的張務員 就制止他說 阿伯我們這裡不能騎 就他們有衝突 甚至有肢體動作 阿伯好像揍了他 打了他的手臂 那他說我要去調監視器畫面啊 監視器畫面可以證明我被揍啊 有沒有 那怎麼辦 我當一個台鐵的一個戰務員 我被打了 我能幹嘛 他講抱歉 我又被打了 他之前一次後來又被打 已經不是第一次了 那你怎麼 那阿伯講說我要駐步驅 駐行器 那你就去拿駐行器 你騎車 你騎腳踏車 那這件事情 其實引爆了台鐵的基層的怒火 兩件事嘛 一個是我們的權益沒有被保障 我們跟那個旅客有衝突的時候 你有沒有看到我們的立場 第二個就是 我們工作很辛苦就算了 薪水比較低 而你一條那麼多 一次二十萬 所以整件事情爆發開來以後 台鐵現在目前 要好好處理這件事情 因為整個基層的怒火已經燒開來了 女性的戰務員 他說難道我們現在都要自己 還要用逆路器 遇到事情以後被告 或是我們要告人的時候 我們要自己找律師嗎 所以這個是兩個加在一起的 當你董事長新聞調高 而員工受到了侮辱 你沒有站出來挺他 台鐵會講說有啦 我想怎麼沒有挺 有啊 就發聲明說挺啦 可是員工的感受還不夠 這一點台鐵還有交換部 可能要密切的去注意 五七暴新聞的所有好朋友 你們給了我百萬的訂閱 真的無限感激 我要跟大家重新看 再一次謝謝你們大家 同時請介紹更多好朋友 來支持五七暴新聞 俊項還有優秀的五七暴新聞團隊 會繼續為大家每一天 挖真相 他們都中心拍手 看我啊 請對 拚叫 拚叫 用 裙子 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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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